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100万港币买入赛的篮桌的比赛啊 这是一个短牌赛 69同色还可以啊 这牌选择平尻 A8呢 A8也选择尻了 在HJ位啊 咱们前面说我在HJ位COA庄位 一般可以玩玩这种A挂小的杂色 而我是这么推荐啊 但是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人在前卫啊 枪口枪口加1位什么的 加2位 这样的位置去玩 A挂小的杂色 来看这手牌吧 翻牌是8、9、10 这手牌 实时击中3条10的顶赛 但这个牌会不会有人有天顺呢 但实时的位置非常好啊 这个位置还要架住的 像一些买牌是吧 肯定是一些两对啊 打一些价值 一张9 直接弃牌啊 大家都没有什么战斗力啊 三个人的战斗力都没什么战斗力啊 那实时直接收个牌 这手牌其实实时属于非常好的牌啊 实在是别人没有战斗力啊 连张勾都没有 扭张勾一般还是倾向于尻一枪的是少啊 这个牌一看见就有点想到是不是有天顺啊 发出8、90天的牌发出来了 这牌不怎么地啊 16离得太远了太小 8、6也没有玩啊 就是6是短牌里边最小的一张牌 一般和带6的组合都偏向于不太爱玩 等玩A8直接奥利 收个底啊 他看前面都没有人啊 玩到他了 他在H是这位是吧 他后边还有两个人 有一张A的格段章 直接抢个底池 利用那张A的阻隔牌啊 去抢这个底池 这个比赛冠军也是有2600万港币 因为这个比赛买入不少啊 他们买入只是10万是吧 你看他这个安提是36000 10个安提就是3万是吧 100个安提就是30万 他们买入只有10万 一般这个筹码会 会有比较多的买入啊 他们这个设计就是 所以最后冠军有2600万港币的奖金啊 6、7选择call 这把 哦这把又是瑞斯啊 这把王总的牌比较不错 99 前面这个人也拿到6、7同色 被王总瑞斯了 这把也是气牌啊 又再次气掉6、7同色 这哥们拿到两手6、7同色 全被后卫的王总瑞斯 然后气掉6、7同色哦 就是咱们前面说的你知道吧 带6的 一般的牌除了对6是吧 对6、A6同色这样的牌 一般带6的组合 没有太好的牌啊 拿6、7同色 虽然是童话脸招 但是一袭瑞斯 你这牌也偏向于气牌是吧 这桌怎么还有五个人 他们是6人桌啊 还有个凳子 哦这个牌不错啊88 可以去撞个按三是吧 主要就是撞按三啊 哦王总拿到99之后又拿到了一手KK 这再起个瑞斯啊 这又是个起瑞斯 王总最近时间起了不少的瑞斯 这一般他瑞斯起的多 别人可能 哦这个牌9990可能会尻啊 究竟频繁的起瑞斯 大家也不爱相信你啊 但这把牌 别人也不会轻举妄动啊 都是尻啊 两个人的牌力也都不太具备 再加注的牌力了 看分牌啊 70K还行啊 这牌 王总不下注吗 这个牌 王总是打算控持了 那这牌这会儿不下注 基本上就是撤撤抠了 90也过牌了 一张7 这张7又给王总一个下注的机会啊 可以下注 打Q的价值是吧 打一些买牌的价值 打10的价值都能打 由于这是个起瑞斯的比拳 够偏向于没有7啊 下注了 这张7发出的对王总而言不错 发出个什么GOK啥子 就很多牌也不太好下注啊 反正也能下注 反正这张7发的还不错 10气掉了 10没有根啊 也挺那什么的 因为翻牌没人打 这个这种牌面中个10还挺大的 一般有Q翻牌一般会打得大 尤其是王总在中间位置一般会打 德万要中张10 我无许德万会尽啊 但他对8又输10又输Q 不知道他会不会尽啊 我还是没有尽啊 他基本上就 他这手牌就是虽然是4万 但德万后手只有6万 对他而言就是Olin啊 他尽了4万盒牌这2万就不可能不尽了 他其实在转牌 他那会尽和Olin的效果是一样的 其实这样的牌面我觉得对K的王总在中间位置 Flob就打出来会更好一点 不过这个牌面发出一些勾8 9这样的牌也能继续打 控制也行啊 但发出A就不太好了是吧 可打可不打吧 王总这么打也行啊 也挺不错 我乍一看就这个牌我发出一张危险章 就对K就只能check check控制到最后啊 Flob可以打一些买牌打一些Q的价值 还都挺不错的啊 我不多说了吧 就是德州国货很灵活啊 有各种各样的打法啊 AK也会起Race啊 一般这种情况下 都要起Race 前面有两个人平靠是吧 我起个Race 就算弃牌了这底势也不小啊 而且这样的我可以占据主动性 我的位置又好 一般这种情况下 AK都会起Race 但是一般在枪口位 一般比如枪口加1位 你拿到AK 有时候会尻进来的 就藏一下自己有AK这么强的牌 那这样的AK是直接收下一个地池 我以为这些人是有一个有趣的 我以为这种感觉 我以为这种感觉 一样很趣的感觉 转换一下 或者什么 那就是 不要转换一下 我以为这种感觉 我以为这种感觉 换核棺了 他们是不是半个小时以换的 新上来这个核棺长得挺漂亮的 比刚才那个看着 以我的审美感觉上又漂亮 王总现在是抽马领先着 121个anti 越赢越多 王总打的还是比较凶的感觉 这里边得万只有五万四的筹码 那后边这个Dialects 应该是可以买入的次数吧 可能是啊 我不太知道 不太认识这个单词 就是买入的次数 或者是还能买的次数 得万应该call啊 这排 后手只有四万八了 得万是很好的结构牌 八十也是很好的结构牌 王总这牌也是 他是很好的结构牌 那个牌有点大 JQ有点 也挺大的 来看看三牌 哎呦 发出三张草花出来 那王总这牌应该平常 偷鸡吗 这有点激进 这么大其实挺激进的 四人底持这样的牌面 这牌没有必要打的 这牌勾圈就不要了 发出十 再考虑 发出十Q什么的是吧 再考虑到这个D持 相反 勾Q同色这样的牌 倒是 可以偷啊 这牌 哎呦这王总有点激进啊 下六千 下六千 这盒牌还要投 这么大的话就合牌还要投 圈挺大的啊 第三大 第二大 最大的花 有A有K圈是最大的花 圈这里边 可能会好一点啊 剩下两个人全气盘 这手牌王总没有必要 在最差的位置 一个人对四个人 在四张的花面 偷鸡啊 不知道王总 一般这么偷鸡 就会 一般在如果 哦这王总 这是什么意思 说实话王总一直在赢啊 但我总觉得王总这么打 有点 有点问题啊 在这么多人的D持 他Fluff就要偷啊 就有点想偷 感觉没有 反正跟他转牌 跟他下注量 有关系吧 他要转牌的时候 下注的稍微重一点 演大花也行啊 四人D持最差位置 演大花 这么打也行啊 他如果转牌的时候 下那个注比较轻 就不太好啊 这么就有点偏送 他如果下的 还是重一点的话 利用他的位置 他在最差的位置 敢打出来 表明有一张大花啊 下个稍微重一点的注 比如也得下个二分之一 底池是吧 至少五分之二底池 三分之一底池 肯定是有点小的 我记得王总下六千 好像并不是 也没有那么大啊 反正不说了吧 王总现在在赢啊 但我总觉得王总打牌 他有点 不是那么科学合理 你知道吧 不太科学合理 哎呀 诶 这样啊 看看这小牌吧 我 9A10 哦 90是两对 A10也是两对 90下个注 就是危险了 那下注也正常 这牌也很容易有买牌的 也能打A的价值 那A10这里边肯定要尻的 这里边其实也不是太有必要瑞斯 那瑞斯就是让一些买牌多付出代价 但我觉得不是特别有必要 王总这个牌 说实话 跑不太跑啊 应该也会尻一枪啊 这种A 它勾的踢角还不错 但这个时候这个踢角没有那么好 但那张勾它还是方片勾啊 所以这里边有可能尻一枪是吧 这要发出一张方片8方片圈 还是挺嗨的啊 就算发出这张方片也还行 发出很多方片都不错 哦 发出 他真的发出这张方片 这张方片也不错啊 就一张8乘以 前面我就说 我发出很多方片都还不错 其实可以说4张方片还不错 发出K也是90勾圈K 是吧 这是买7的同花顺 这里边90 要不要控持啊 还是要继续打 短牌里边不是那么容易中花的 但这里边这个牌90看着没有那么舒服了 我觉得这里边 这种牌还是90偏向于过牌比较好 反正这里边A10还是偏向于下注比较好 无论是从牌力还是位置而言啊 A10在中间位置下个注 我以为奥林呢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A10可能偏向于下个注会好一点 可能买牌也不见得太敢去偷啊 这样的牌面 那王总这里边说实在的没有必要去下注 王总这里边想下注 就是打得比较凶啊 因为这里边王总的踢脚并不能算好的你知道吗 因为前面是最差的位置的人下注还有人尻他 这时候勾的踢脚并不一定好 短牌里边拿到AKAQ这种牌在枪口位 有很多都是尻尻来的你知道吗 王总下了七万五 下得非常重的重 祝我90没准会被打跑啊 但A10这牌我还是觉得气不掉啊 王总这是有点转偷机嘛 他还是觉得对方是买牌想要买牌支付足够的代价 那张七可能让一些买牌也买到了 让一些买花买春买到了 王总这个牌也可能一下想看出来 你到底是不是买花买到了 还是一些买牌 90果然打跑了 但A10里边我觉得不再会气牌啊 但这个人A10这个人我感觉 他是玩牌会有些偏怂的这样的人 但我觉得这里边也没有必要相信 你A10大两对是吧 你不太好相信对方有顺有花的 所以这个下注量很像那种 还在路上的牌想给你打倒 打你的气牌率的下注量啊 下注的比较大了 这牌A10哦气掉了 唐总这手牌 从结果上而言是非常的漂亮 但不太知道王总的意思是什么 不知道王总是不是看出了对方牌力不强啊 没有那么强 王总打别人的 其实啊这个牌比A高强的牌力 他想打走AQAK这样的牌力 如果就是正常而言 一般而言比A大的 咱现在就是两对了 他这手牌想打走两对 其实并不好打走的 如果上帝视角看见是A10两对 王总可能不会瞎住啊 想打走A10两对也不容易的A10大两对是吧 不好打走的这手牌 但A10两对其实我没想到他会弃牌 我觉得还是偏向于尻的 王总那牌其实也有很好的攀牌价值是吧 而且前面三人比持两家很容易有一家是买牌的 那牌买牌有可能到的 还是看这手牌吧王总这牌 这个Fling是真的爱偷机啊 我发现他这个人很爱偷机 王总这里边很很easy的call 这里边callrace都行啊 王总选择race minirace那K7气掉了 Fling很 哦产打吗 这打的有点复杂化了 一般K7偷一枪别人这牌敢race你就不要了 K7难道想产打吗 the minrace from 8 is to 16 I think you put 15 out there no big deal 我没有还是选择7牌了 也没有必要 这打的有点复杂了你知道吗 咱们没有必要把德州伯克打那么复杂 但你一般你的水平如果非常高的话 像德湾那样似的 你觉得对方牌力不强 就是瑞斯你有点想偷机你 你可以铲打他 你对对方很有怀疑 或者对方老偷机 你可以拿K7样的空气牌铲打他 我还是看转牌合牌有没有什么机会 去偷下这个底池拿下这个底池 其实我还是觉得王总那个牌不是太有必要的 你也不好确定别人是不是HRAK这样的好踢脚啊 而且比单纯而言 你再想打走更强的牌就是两对了 那牌两对也不是特别好打走的那种牌 王总那个瞎住 我可能觉得就是 就偏向于嘛 一般德州伯克你很难说哪手牌是对是错 你知道吧 其实我觉得可能过牌更好一点啊 结果上王总赢了是吧 也是那人比较怂 王总也是看对方的打牌比较怂啊 不知道王总能吃那个人 但那个A12对王总老吃他 他拿六七进来同色进来 老被王总瑞斯走 但从牌上而言啊 我觉得A狗可能那个牌过牌更好 还看这手牌吧 这手牌Flink这个人我看出来了 他打牌还是挺凶的 爱偷鸡啊 就把拿10Q这样的截口牌起个瑞斯 德万选择call了 德万这个牌 他10Q肯定会call 德万这牌为什么呀 德万这牌感觉有点没有必要啊 因为他这个call和all链也差不多 他这个牌不太好弃牌 但这手牌德万运气好啊 德万这就是兴致来了 德万觉得就剩4万了 他玩一玩啊 这个牌说什么 德万还是输了 就算德万赢了 其实这手牌有点 德万可能想再买入了 觉得筹码太少 他97实在没有必要去 他后手筹码多 想接 还可以玩玩是吧 还可以理解 他后手只有一万几欧 基本上他接了 这个4万2万的瑞斯是吧 他后手筹码有点套时了 他不太气得掉这个牌了 对吧 那手牌德万应该有点 不太想玩了 筹码太少了 有点做不住了 想再买入了 他那手牌尔和凹链没有什么区别 最相当于别人起个瑞斯 你拿97这样的牌就直接退凹链了 那个牌2万一尔加上其他家的安提 那就是4万多的底持 他们是6个人 6个人 德万好像上把还是装备啊 那就有123 如果是6个人的话就4家的 你都5万多的底持了 就5万左右的底持 你后手剩2万是吧 那牌97你尻了你就气不掉 我这么说没发生的情况 你们能想 能听明白吗 我是非常明白啊 因为我画面里边就老浮现出 97面的牌 脑子里 又来了QQ对AK 王总挺吃这个QQ这个人的 其实德州伯乐还是做的 娱乐性强一点好一点 因为大多数的人看看视频 都是看个娱乐性的 还是娱乐性偏多的 看看视频放松放松什么的 尤其是现在啊 其实不用 有些东西不用说的 我这把王总气掉了AK啊 还是觉得王总有点吃定这个人 他觉得这个人打牌非常的稳 还感觉瑞斯这么大啊 也涨盲了 4800的王主 他敢这么大啊 王总觉得没有必要拿AK去冒险啊 王总好像有点吃定这个人啊 真的王总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有点紧弱的玩家 OK那咱们这个视频到这里是吧 下次他就轮到红桌了 也是这个比赛 到红桌 咱们下次再见 那么快就知道了 好 我们不在一起 我们不在一起 ringing 我们不在一起 这种不在一起 我们不在一起